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历代疆域变化 使徒管决定开启一个新的姊妹系列 中国历代疆域通史 本系列将跟随中国历代疆域变化系列 通过配文讲解一会疆域变化背后的中国通史 天下和久必分,分久必和 魏晋以后,大一统王朝分裂 形成了南北军事对抗的局面 即南北朝时期 国家分裂已有百余年 却依然战乱平仁 久经桑乱离苦的神州大帝 将如何迎来新的大一统 周定帝大定元年二月 北周随王杨坚逼迫外孙与文产善让 改元开皇,建立随朝 杨坚成为继西晋赵王司马伦之后 第二个从孙辈手中篡位的皇帝 而此时,南城尚在太监北伐失败后的阴影中 铁饰伤口 最终,皇帝成虚于次年真月孕育病中 妙号高宗,世号宣皇帝 他临终自毁智大才疏 以恨悠壤 然而陈宣帝不曾想到 继承他地位的儿子陈书宝 却连智大都做不到 陈宣帝驾崩后 南朝的传统保留节目 《宗室有爱》如期上演 代孝子史新王陈书林 竟然在陈宣帝的病大之前 用错药的小刀 攻击了振哀服痛哭的陈书宝 陈书宝搏梗中刀 险些殉命 柳皇后前来相救 也负了伤 不过这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麻烦 史新王的叛乱 玄级被平定 陈书宝顺利登基 但是 在北方虎视眈眈的阳间 却又送来了一份登基贺礼 在陈书宝上在养伤 朝镇由旧驾有功的 长沙王陈书坚把持之时 隋朝派远景山出汉口 邓孝如宫赠山 南征陈朝 结果陈朝派出的陆伦 被随军击败 不得不与隋朝购合 被迫归还了健康北岸的胡树 府一见面 新盛的隋朝便给刚登基的 陈书宝迎头一击 南城首都建康 也失去了最后的护心境 彻底的暴露在隋朝冰封之下 开皇二年十二月 在南方大盛的隋朝 又受到了来自突厥的袭扰 突厥沙布列克 韩兴十余万大军入侵隋朝 并在周盘打败打西长茹 两千余人 随后 以福坡 灵桃 幽州 皆被突厥一一攻破 于是突厥纵兵自木匣 石门两道入寇 吴威 天水 安定 京城 上郡 洪化 延安诸多郡县 皆被劫掠殆尽 而突厥军在犯下诸多暴行之后 却仍能够从容撤走 当月 杨坚又因其子杨广 娶了西凉萧氏政权皇帝萧窥之女 撤回了江陵总管 允许江陵小国自治 然而实际上 这却是隋朝彻底吞并西凉的先生 四年真月 南城依然忙于兄弟西抢之势 陈书宝商狱后 越发乔布冠把持朝政的弟弟 长沙王陈书坚 将其出为江州刺史 陈书坚还未到任 又被陈书宝留为司空 但不久后便被免官 二月 突厥再度入侵隋朝 四月 屠一魂趁火打劫 入侵隋朝的陶州 阔州 编幻如此 隋朝忍无可忍 决定重拳出击 当月 杨坚下诏北伐 令魏王杨爽为行军元帅 都总管李冲等四将 分八路出朔州岛 又令幽中总管英寿出 鲁龙赛 李冲李策率经济五千 严肌突厥 大破制 杀伯略仓皇逃窜 幽中鲁龙方面 投靠突厥的北齐旧臣 高宝宁受到随军攻击 求救于突厥 然而此时 杀伯略自顾不暇 高宝宁大败 逃奔弃丹 被不暇杀死 至此 突厥前史求和 然而战端已开 杨坚自然不可能 任由其想战就战 想和就和 五月随行军总管理晃 破突厥与摩纳渡口 寝州总管窦戎定 率九总管 布计三晚出梁州 在高月圆屡次打败阿波克汗 此战中 被发配敦煌的大将十万岁 与突厥单级窦将斩低而还 阿波惊骇 感叹随朝连一个数族都这么能打 只得接受同盟 跟随长孙胜入朝 杀伯略见阿波投降 杀害了阿波的母亲 突厥打头克汗 阿什纳殿爵大怒 让阿波率领其布十万计 与沙波略大战 波里斗终于使得二者精疲力竭 不得不双双请和于随朝 但杨坚依旧不许 达头与沙波略相互攻伐 正合随意 自此突厥趋于分裂 6月对趁火打击的土一魂 随朝也进行了报复 问州总管阳远破敌于尔汉山 而求和无果的突厥 孤注一掷 再次入口幽州 幽州总管李虫败退 力战身亡 开皇3年2月 突厥已是强弩之末 苏尼布男女万语口 降于随朝 打头克汗也请降 9月双方言和 突厥沙波略可汗请求和亲 北周一宗侍女秦改阳侍和亲 及著名的千金公主 又称大义公主 自此沙波略表示 对她来说 天无二日 她心中只有大随皇帝一个太阳 开皇4年 陈朝已步入烟花火灭之时 陈书宝只知享受 朝政昏暗 早在前两年 就多有文武欲投靠随朝 如尹州陈主张子稷 将军夏侯苗等 然而 阳间有意让压抑的氛围席卷陈朝 打着两国已经定约的名义 不肯接受投降 但实际上 随朝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灭臣事宜 3月 随朝任命尚书左仆叶高炯为左领军大将军 灭臣之事已经是放在桌案上的计划 陈朝自然也知道 不可作以待毙 于是开始抢先反攻 意图在江北抢占据点以立防守 9月 陈朝将领湛文彻入侵随朝的河州 却被随手将为保守擒拿 而西梁方面 适宗在入朝后不久死去 太子萧丛即位 此时 随朝也加紧了吞并附庸的计划 再度设置江陵总管 开皇七年 萧丛如汉末与其同名的刘丛一般 被迫放弃祖业被针入长安 杨坚又以国主在外之名 派遣崔弘杜束手降临 萧丛的叔父太父安平王萧严 弟弟荆州刺史 一心王萧桓等 害怕崔弘杜来偷袭荆州 赶忙派人联络南城投降 杨坚文迅下令吞并了西梁 下一步只要灭亡南城 便可正式终结黄黄三百年的南北朝乱世了 开皇八年十月 以晋王杨广出为淮南行省上书令 开始罚程 杨坚命晋王杨广 秦王杨骏 庆和公杨肃为行军元帅 领九师总管 并五十一万八千南下 大军总归杨广节度 随军部署如下 杨广出陆河 杨骏出襄阳 杨肃出永安 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 齐州刺史王世基出齐春 卢州总管韩金虎出卢江 吴州总管赫洛碧出广陵 庆州总管燕荣出东海 早在此前 杨肃已经在永安新建大船 此时景象亦如静灭东湖 在绝对的国力优势下 随朝可以说是划线平推 而相较东湖 南城有有不及 东线杨州合州 中线汉口荆州 西线西陵永安巨无 国防如漏风的筛子 国家如砧板上的鱼肉 困兽游斗 杨肃顺江而下 逐鹿千里 却被陈军陈汇济 吕中肃死死挡在乌下 荆州方面 杨郡大军也在汉口受到陈军阻截 杨肃突击四十余次 皆被打回 杨郡水陆大军十余万 也被阻越于寸步南境 若一直相持下去 冬日凉静或春夏异变 随朝耗费大量资财 欣喜的数十万大军 只能不战自退 然而 随朝东线广陵方向却一路无前 赫洛比又宜兵之际 直接渡江 韩星湖也已经占领石头城 陈朝心腹之地受到威胁 派出肖摩赫 凡毅 卢广达等人仓促应战 但趁虚而入的赫洛比马不停蹄 又占领金口 此时 广陵与江南之间的通道 已经被彻底打通 在此之前 肖摩赫曾力劝陈淑宝 在赫洛比攻击金口时 先去阻挡 然而陈淑宝害怕复兴之处的随军功臣 曰不听不听 肖摩赫又劝 趁着随军玄军深入 累欠未兼之时果断出击 陈淑宝又曰不听不听 人中则劝陈淑宝 若能坚持到春水暴涨 长江中游的荆州兵便可前来救援 然而陈淑宝依然不听不听 直到彻底不耐烦了 陈淑宝才准许 肖摩赫 卢广达等主动出击 然而此时战绩已经错过 即便如此 肖摩赫 卢广达等 依旧奋力引敌 屡错赫洛比锐气 但陈淑宝竟在此时 死同肖摩赫之期 导致肖摩赫战役全无 最终背情相随 城池即将告破之时 人中也突然成了二五载 直接快进到戴汉青虎入城 陈淑宝慌乱投井 终被抓出 至此随朝灭城 城大一统 南朝一关进入关笼 持续数百年的大分裂 暂告一段落 而这会是一切的结束吗 又或许只是新乱式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